族人專注的修剪毛縣 身旁還有子女相伴 新竹縣兼十鄉多元複合 代包服飾設計培訓班順利開課 但主辦單位就表示 在新冠疫情趨緩之際 質詢課程雖然從線上轉為實體 但學員數是略為下降一成 因為之前線上的話 他們可以一方面顧著小孩 那今年就是轉實體的話 就人數就比較少 因為他們有時候有時候要帶小孩 然後他們也會怕 因為疫情還是有啊 面對民眾的擔憂 當地協會仍積極辦理秩序課程 甚至有學員為了學習 傳統太亞族服飾製作技術 遠從新北市跑到新竹堅實上課 因為就是我本身都喜歡一些手作 然後對逢恩也有興趣 然後我就上網找一些資訊 然後剛好看到這邊有開課 然後我對原住民的文化 也蠻有興趣的 背包還有像這種背心的 都蠻特別的 原來原住民的布 他的布料是會虛掉的 所以原來是需要用考課 用考課這個技術 才不會讓原住民的布 在車縫的時候虛掉 這是一個小技巧在裡面 然後我是希望朝著講師方面這樣子去做 面對求職者想盡禁自己的民眾 職訊課程仍不可或缺 而主辦單位也表示 未來將會透過就業媒合 開發電商平台 協助學員進一步賺取收入 原來是566系數堅實採訪報導